真正望夫的女人不是勤俭持家,而是拥有这几个特征。女人是一个家庭好坏的情语表,一个女人健康、开朗,就能带动整个家庭的氛围变好。相反,一个女人整天怨天尤人,只会不断消耗一个家庭的福气,而女人的情绪和状态也直接影响着丈夫的心态。 那些真正望夫的女人都有下面这几个特征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欢迎订阅《大道无形》,取悦自己,身处职场和家庭。40岁的女人,缺乏社会支持的力量,孤独而无助,往往一根稻草,就能压垮自己。 取悦自己,有时候是一种苦中作乐。电影《女人四十》,讲了一个普通的女人阿娥,历经艰难困苦,最终找到人生的圆满。 阿娥40岁生日那天,为自己买了一条鱼,正准备吃饭的时候,霸道的公公来了,把荤菜一扫而光,阿娥一口也没吃上,只有婆婆心疼她,阿娥的日子才有一点甜,好景不长。 婆婆突然去世,公公也得了老年痴呆,老公把公公接到家里,让阿娥辞职照顾公公,阿娥果断拒绝,上班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,我绝对不会放弃。 在公司里,她不是孙太太,也不是阿娥,而是别人尊敬的胡小姐。 工作和照顾公公,让阿娥疲于奔命,有一天,她突然崩溃大哭,我很累了,我受不了了。 生活并不因此饶过她,四十岁的艰难和孤独,无人理解,无处诉说,大哭过后,阿娥知道,生活的苦不是靠熬的,而是要活出来,阿娥找到了一个动力,就是公公对她的依赖。 公公对阿娥的依赖胜过对自己儿子的依赖,连邻居都说,你是她的船,船沉了,她更不行了。 因为阿娥照顾公公很用心,老公越发疼惜她,夫妻恩爱,经常斗嘴,发泄心中不快,阿娥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,她学会了享受手头的事,活在当下,生活还是一样的。 不同的是,阿娥学会了在阴霾中寻找阳光,心态变化,一切都变了,老板觉得阿娥不容易,给她放了两个月假,专门照顾公公,儿子也牺牲了假期,回家帮忙照顾爷爷,人生百味,苦辣酸甜。 正如公公去世时说的那样,你知道生活是什么吗?生活是很有趣的,开心也是一天,不开心也是一天,不如给自己找到困难的意义。 就算不知道明天会怎样,做好今天的事,人生也是圆满的,找到生活的意义,即使累,内心也是愉悦的,越挤,才能越人,在苦的日子里,也有甜,三观端正,不招惹是非,三观不正的女人,对于家庭有多大的损害,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案例都会给出答案。 张大哥与妻子结婚之后,一直老是本分,在村里踏实干活,可是没想到,从结婚之后,村里人对他的风评越来越差,许多人甚至露出了厌恶的表情,细问后才得知,原来张大哥的妻子经常在其他人家中挑拨是非,还偷别人的财物,很多人碍于面子,没有告诉张大哥,但后来实在忍不住,还是将一切公布出来,张大哥因此颜面扫地, 与妻子离婚了,原本老是本分的张大哥,因为选错了妻子,而让生活变得糟糕不堪,给无数男人敲响了警钟,选择妻子,首先要看他是否三观端正,不招惹是非,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与你踏实过日子,否则的话,你所有的苦难都是他带来的,以后想要幸福男上加难,一个三观正的女人会酿造出端正的家风,以后也会给孩子带来无穷无尽的福气。 全家人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,以后的兴旺发达只可待,这才是男人翘首以盼的美满婚姻,懂得明辨是非,思路清晰,任何一个人,只要走到错误的道路上,无论怎么卖力使劲,都是走路歧途,外面的世界五彩缤纷,男人也不是完全分不清善恶是非,而是诱惑的力量很大, 男人肩上的担子很重,他们也可能迷失自我,所以需要身边有个能警醒自己,能让自己及时悬崖勒马的女人,这需要女人具备健全的三观和足够的定力,不会在别人的蛊惑下。 举手投降,而是坚持底线,绝不动摇,做一件事,他们能想到以后可能要面临的局面和后果,思路清晰完整的,帮男人明辨是非,不做昧着良心让自己后悔的事,总之,真正忘妇的女人,不会对男人苛刻,也不会放弃提升自我, 他们活得通透而智慧,能够站在男人的立场,去体会他们的难处,抚养自己,抚养自己不一定要很有钱,而是抚养自己的灵魂,拥有梦想和爱好,一个有梦想的人,内心是富足的,为梦想而奋斗,本身就是美丽的,写出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的民国才女林辉音。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,林辉音的爱情让世人静静乐道,然而我真正欣赏的是,林辉音对事业的执着,林辉音16岁时,就立志现身建筑事业,婚后,林辉音和丈夫一起走过中国的15个省,190多个县,考察了2738处古建筑物,发表了多篇建筑学论文,1950年,林辉音46岁, 她参加多个建筑项目的设计和保护,完成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图案设计,林辉音是一位才女,但她首先是一位建筑师,她一生为建筑事业奋斗不惜,充满了魅力,林辉音为后人所传颂。 不仅因为她的美貌,才情,更因为她有一颗高贵的灵魂,为梦想而努力的人,灵魂自然高贵,40岁的女人,为梦想而努力,是闪闪发光的,男人真正欣赏的是独立而自信的女人, 而梦想让女人插上自信的翅膀,有的女人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,就把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,其实,40岁的女人,可以重拾自己的梦想,或者发展自己的爱好,在卡奈基写给女人一生的幸福忠告,这本书中,卡奈基认为,女人的爱好是男人的运气, 如果女人能够和丈夫分享自己的兴趣,家庭一定会和谐美满,卡奈基在书里写了一个故事,亚兹和凯瑟琳结婚28年,一起教授舞蹈,非常幸福,卡奈基对他们的婚姻很好奇,专门拜访了凯瑟琳,卡奈基相信,妻子是婚姻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,他问凯瑟琳,你们天天在一起工作,不会无聊吗?凯瑟琳回答,这个很简单, 我们两个都喜欢运动,游戏,一有空,我们就会一起享受乐趣,是一起享受乐趣,才让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密切的,和丈夫有共同的爱好,当然很好,但即使没有,也没有关系,当女人专注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,她就自带魅力,而且,女人有自己的爱好,也会允许丈夫有自己的爱好,各玩各地互相分享,也能创造幸福, 四十岁的女人,可以自带光芒,只要插上梦想和爱好的翅膀,抚养自己,从灵魂开始,善解人意,进退有度,忘腹的女人,绝不是什么粗心大意,强势砖断的女人,而是内心拥有广播知识和智慧的女人,这种女人,最能洞察男人的心思和想法,知道如何去和男人沟通,化解他们内心的愁苦,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痛。 在很多人看重女人的工作,家庭,颜值这种硬实力的社会,女人的善解人意,进退有度等软实力,其实最为难能可贵,真正忘腹的女人,懂得如何培养夫妻之间的感情,如何滋养男人的内心,如何让家庭更加兴旺和安稳, 他们即便和男人没有太多的言语,也能从男人的肢体表情和沉默寡言重,读出他们的需求和渴望,这种女人,不会太激进,也不会对男人坐视不理,他们擅长建立夫妻之间的默契和信任,让彼此在相处中感受到最温暖和真挚的情意。 积极向上,自立自强,婚姻并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,而是两个人的合谋,只有势均力敌,并驾齐驱的两个人才能组成稳固的关系,否则太弱的对手只会让人泄气,现实生活中很多男人足够强大,可他却娶了好吃懒做的女人,对方不止输光了家底,还毁掉了男人辛苦营造了一切,和这类女人生活非但无法获得能量, 反而要替他们收拾烂摊子,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,无论在哪种年纪里,男人都要选择自立自强的女子为妻,这类女人本身就具有积极向上的能量。 引领一个家庭不断成长,也会与男人强强结合,促进以后的兴旺辉煌,强大的妻子就是男人最好的合作者,二人扛起家庭的压力,努力创造更为温馨的未来, 他们的人格魅力会带动男人成为更好的自己,这才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